沙交通部长拿督斯里里景盛 巡视位于杜当国小前的人行天桥工程进展后 对整体工程表示满意 并提出多项建议以进一步完善人行天桥的设施 在提升行人道设施方面 他也表示将对杜当第一期方向 及小学对面的巴士后车亭一带的路边行人道 与行人天桥的步道进行连接 以提供更好的步行路径至巴士后车亭 李景盛透露 这座人行天桥共耗资650万令吉 工程已接近尾声 他表示 希望这些改进建议能够尽快落实 以确保人行天桥的使用更加安全和便捷 为独当居民提供更优质的公共设施